嗨,你好,我是超级爷爷Super Z 今天我来到嘉义 现在在高铁嘉义站 全身照着南台湾的阳光 很舒服 今天嘉义县邀请我参加漫游嘉义的旅程 坐台湾好行的故宫南远县去玩 这个路线总共有15个站 沿途有很多旅游祭典 例如新港奉天宫 民雄金菊工厂 用来刷文化园区等 但一天全部走透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要选 选了两个 那两个 一个是故宫南远 坐这个路线不到故宫南远参观 太可惜 然后另外一个是 串头这城文化园区 对我们日本人来说 智堂很有兴趣 因为很多人没看过 我也想看看甘蔗田和以前的智堂工厂 好 那么时间差不多 出发了 哈哈哈 台湾好行故宫南远县 从高铁嘉宇站出发 绕过很多据点最后到嘉宇火车站 总共一小时五十分的车程 我今天要去故宫南远是第一个站 八分钟就到 另外一个 蒜头这城文化园区 是故宫南远的下一站 所以这里也很快就到 路上的风景跟台北不一样 我现在在故宫南远 博物馆过那座大桥的那端 一片一动没有的蓝天 字也辽阔 很安静 我的右侧则是大池 喷水表演开始了 这么美丽的风景 我现在独葬 前方出现了博物馆 这建筑很大 仿佛科技电源里面出现的 近未来城市 好办 怎么没有开 里面好像没有什么 什么 今天是礼拜一 不会吧 今天修馆是不是 好像是 难怪没有人在 很安静 当然可以读这样风景的 天哪 没办法 怎么办 明天再来 好了 走了 大家记得 故宫南远星期一修馆 不要向我白来一趟哦 这里是蒜头 蒜头遮层文化园区 是以前日记时代的蒜头堂场 进去里面好像很大 也有灰家堂 蒜头遮层文化园区 是日记时代台湾三大堂场之一 我在这里要做两件事 一个是吃冰淇淋 今天这么热 吃冰淇淋一定很好吃 另外一个是坐小火车 这个小火车已经运送甘蔗 我要做这个 好热哦 附近的甘蔗田 没想到甘蔗这么高 甘蔗挡住我的视野 但从旁边看的话 就知道一直继续到很远的地方 甘蔗田 我第一次现场看 红豆冰淇淋 两颗球加红豆 这样多少钱知道吗 35块 超便宜 好 吃吃看 先从冰淇淋 嗯 糖 糖的味道 这不是牛奶 好像以前小时候有吃过的怀念的味道 吃红豆看看 啊 这好吃 日式红豆的做法 虽然有一点甜 对我们来说刚刚好吃 小火车 我要买票 小火车 这里是大吗 对对 三点出发 三点 三点 一两分钟 这个先上 然后这个来出发 是这样 okok 好谢谢 可以随便坐吧 应该没有指定席之类的 听到很多小朋友的声音 他们上的小火车好像很兴奋 一定很高兴 等出发 小时候在游乐园搭过这种小火车 火车没有墙壁 可以直接看风景 推出 哇 这种攻 scores 越多游动 速度越来越快 虽然 天气热 坐这个小火车 风很舒服 阳光也舒服 震动 最舒服 这种 狂那种 他们说一般年前在这里坐 那时候用这个小火车运送甘蔗 我是甘蔗 这里是车站 感觉不错 我后面的后客是 我记得小时候在日本这样的车站很多 不过这里的颜色比较漂亮 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可思议 让我一直感到日本 我在书上有看过 世界二战之前 日本的坛是从台湾进口的 在这里坐的吧 自从那时候已经过了一个世纪 但在这里仍然感到日本 真不可思议 我想日本朋友来这里参观 应该会感到历史 一定很有意思 嗨,我又回来了 昨天到故宫南院 好不容易大老人从台北来 结果修馆 今天重新再去一次 走 今天有开 秀票处有人 大厅人很多 很热闹 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要去买票 三零三展示室 听说这里的佛教艺术很有名 进去看看吧 在我前面有一个叫做龙战经 是西藏佛教的经典 它是清朝看西的时代 宫廷里面的西藏僧侣抄写的 用西藏的文字写 看不懂有写什么 但这样的我都觉得很漂亮 艺术价值应该很高 当成这里有名的自保 来到故宫南院 这展示一定要看哦 这里是二零二展示室 这一间的展示品跟茶有关 也有日本的 它是陆语 连我都知道它的名字 可是看到本人是第一次 本人 现在我在博物馆的一楼 这里有一个儿童串义中心 有很多东西小朋友可以玩 门口上面有很多国家的你好 也有日语的こんにちは 现在是暑假 小朋友很多 这里的设备很科技 设计的很好 我想小朋友一定喜欢这里 今天顺利 很顺利的能参观布宫南院 不管是屋外还是室内 这里的空间设计的很好 很舒服 可是很可惜 这次时间没有很多 只能看两个房间的展示 所以下次下次准备多一点的时间慢慢参观 对还有一个我在一楼的卖店买的红茶 红绿18号很好喝 所以要特别提到 你看这么大才55块钱 好那么今天的超级耶稣4Z到此就结束了 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聊聊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